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有什么样的本质 了解它的真相是很有必要的 但我们业力凡夫常常是迷惑颠倒的 对自己生命的了解是很盲目的 所以为什么这里把生命与会命 对待来说 可能我们只是说有生命 有生就有灭 生命的寿命有三个特征 第一有呼吸 第二有暖气 第三有神时 当我们觉得有生命的时候 这三折缺一不可 如果停止了呼吸 身体就变冷了 神时离开了 那就叫死亡了 呜呼哀哉了 那这个三个要素 构成的生命 它的本质是什么 有生必能会有死 我们这样的生命 我们这样的生命又叫夜暴身 有夜地感噪的身 到底是什么样的面目 那我们再提一个慧命 可能这个概念就很陌生了 我们重生到时就关心这个生命 有生有生有死的生命 对这个慧命呢 没有感觉 甚至一辈子都听不到这个名字 这慧就是 般若智慧 空性了 法身了 法性了 实相了 那这就像 法华经有一个衣珠玉 在你的衣服底下 有一颗模拟宝珠 但那个亲友在你喝醉酒的情况下 细在你的衣里 但你不知道有模拟宝珠呢 就到处流浪 到处打工 永远是穷子 那这个慧命就代表 一些众生本具的正因佛性 这个衣就代表 我们众生生命当中的五蕴 奢受想行识 这个破壁的衣服底下 有模拟宝珠 这没有明眼善知识来指点呢 自己一概不知道 所以佛们常常会说 这个射身就是臭皮囊 这个臭皮囊并不可贵啊 就好像一间屋子啊 这个屋子里面的主人翁 才是我们要关注的 这主人翁就是这个慧命 但常常我们一辈子就关心 这个五蕴构成的这个灭宝神 很少关心那个不生不灭的慧命 在佛经对生命和慧命 有足多的比喻表达 刚才讲依珠欲 还有海鸥欲 这是能言经的一个表达 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个水泡 我们的慧命就像无边的性海 我们这身体就是由无明的风 激起的那个性海的水 显现的一个暂时的现象 所以佛欲的当下是它的性海 但我们执着这个佛欲是全体的话 那就是虚妄的颠倒的境界 当下就遗失了无边的性海 那这个生命与慧命的关系 以及它的取舍 艳心 我们就以《维墓七属说经》方便品 第二来做一个介绍 这种事情没有圣人来说 我们靠新意识去推断 是搞不清楚的 西方的哲学家 科学家 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生命哲学 他们的研究可能比较复杂了 很多都是从实验 分析 数学的演绎等等 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那西方的研究方法 它有很多的论证的过程 那东方的哲学有个特点 把结论说出来 并没有多少论证的过程 就是这些清正生命真相的佛菩萨 限量把它体论到的 正到的那个真相和盘托出 这是跟西方的哲学和科学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方便品里面 我们看到 唯末七 居士 来对于生命的结论 以及对惠命的禅食 那唯末七是何许人也呢 这部经 唯末七属说经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 哲学史上 那当然佛教史上 都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的作用 是大乘着一部重要的经典 尤其深得中国文人士 大夫的欢迎 赞叹 盛行 唐朝的著名的诗人 王维 智 摩七 都是用唯末七 来做他的名字 推崇被制 那唯末七 视线的是一个历史人物 但是在这部经里面 摄地佛就问他从哪来 释迦佛告诉摄地佛 唯末七 是从妙喜国来 妙喜国就是 阿楚佛国了 无动奴来属 过来 他来的还有五百个长者 宝吉菩萨等 同行同愿 来祝福度化众生的 那这部经 在这个五诗说法当中 属于方等诗 方等诗 有一个特点 就是 坛科小称 和菩萨的全教的偏教 叹大宝源 赞叹大称 宝美原教 如果说前面的 藏教通教 通教属于半字教的话 那么这个方等诗属于 深书的教像 就是对半字教来说 通别原满字教的 这个教法 所以它包含的 大乘的义离 就非常的深广 有通教层面的 有别教层面的 正面阐释的是原教的 那这些 那这些世教的理念 都集中在 对这个生命和会命的 阐释当中 如果对这个生命的 阐释还包含着 升文教 通教别教的话 那谈那个会命 主要是从原教的立场 去说的